Hello大家好,我是周蒂 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辨别翡翠 尽可能的减少我们个人经济损失 如果你还不知道,赶紧点赞加收藏 我在直播间等你 你知道什么是永储料,保水料,微料吗? 下面周蒂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什么是永储料? 据悉永储料是一种在于缅甸和印度交接处 一个叫永储敞口出产的料子 料底呈现出暗蓝和灰绿的翡翠 一步的黑色的彰点水头盏 时间一长整体料子就会发黑发干 经厨底的话算得上是一种砖头料 红储料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于翡翠 因为它的密度制度是比翡翠要低一些 料子在早期的市场镶嵌中经常出现 二,保水料 听名字很多翠友无法去分辨 那提到广片相信很多翠友就知道了 保水料是天然A或翡翠 取料以片料,以薄料为主 是可以出证书的 但其也出现在很多的问题 水头短,料干,发黑,发暗 颜色虽然浓郁 只有在切成薄片以后才能透光 这样的料子出现于当下的镶嵌当中 极常出现,容易打碎 这一点翠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学会区分 三,就是微料 产地来自于微地马拉 相信在近几年内很多翠友都非常明了 早期时期依靠对老蓝水的一个身份冒名顶替 充斥于市场当中 在后期的期间被翠友们广为了解 广为熟知 经过大量的抵制 在市场上的一个占有比是稍低的 大众接受能力也低 那是因为口罩的问题 翠友们 微料在这几年在市场的占有比是非常高 其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微料绿的特性呢 注意一下 薄、透、有黑点 在自然光底下呈现出的是暗蓝色 暗绿色的色调 灯光下颜色为阳绿 微料因为其产地不同 当然和缅甸翡翠的价格也是没有办法比较 翠友在选择翡翠和微料这一块呢 你要明了其价格和品质 千万不可以当微料当翡翠来入手 今天就分享到这 那么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让大家在翡翠购买的道路上 少踩雷少踩坑 这周地点关注留言 直播见得你